警方國安處和其他人員來到壹傳媒大樓 已經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剛剛大概五分鐘之前 被捕的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建宏 剛剛被警方由長壽人警署帶回壹傳媒大樓去搜證 大概半個小時之前 《蘋果日報》的總編輯羅偉光也被帶回到這裡 據了解被捕的另外三個人稍後都會帶回到這裡 我們說回這個事件 其實政府都出了稿 《蘋果日報》說了根據《國安法》第43割回一條和實施細則 發出了一些法庭首領 容許警方來到壹傳媒大樓去做一些搜證 包括拿走一些新聞材料 據我們了解 其實警方現在會在二樓、三樓和四樓搜證 《蘋果日報》的職員和壹傳媒集團的職員 其實是可以進去大樓這裡 但是需要登記一些資料 現場消息說他們可以在地上一樓和五樓逗留 但是也有其他《蘋果日報》的職員說他們可以回到位置 但就不能容許他們工作 看到《蘋果日報》的一些直播 也看到大批軍裝警員 是進入大樓裡面做搜證 也有部份人要求他們查問 還有有些人說要求他們不要拍攝 但是也看到《蘋果日報》仍然就著一些搜查的情況 在裡面正在直播 據我們了解 警方稍後 尤其是國安處的國安警司李桂華 大概應該11點左右 相信會就著這個案件作出一些簡報